都不算留人 人家TP就跑了 只有宙斯一发雷击 但我还是觉得 SPG的这种好一点 反正我也看好了 前期会非常顺利 而且你让这样的年轻队伍 前期打顺了 他们才有这个 更大的可能赢下来 对 所以第一局 就单看这种 我觉得SPG的胜面在七成 七成吗 这不是双乃德的 我刚刚乃德是V级 然后你现在乃德是SPG 这SPG不是走远了 你是正面的吗 你的意思 对 我一直都是正面的呀 从未黑过 包子的PA 单兵的乔西猎人 然后Black的大哥位置的末日使者 有可能这个大哥位置是扛压的 我看这个眼的位置 其实是看到了天怒的位置 已经直接能看到 这里SPG的一个分路情况 下路服务是直接放掉了吧 应该 如果去是稍微有点危险的 一口毒喷到就很难走了 上一场也是你OB的嘛 是的 给大家介绍一下 史丹尼的OB呢 在业界也是非常有名的 基本上不太可能露人头 而且最难能可会的是 三线作战 三线都能看到 这场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突然之间感觉压力有点大 就是为了提高你OB的这样的一个 我同时看到了两个服务 小精灵吃到一个赏金 然后宙斯吃到一个 这宙斯是超越打的 那有可能是个中单 酱油的剧毒 人肉分野 你看不到我 你看不到我 这里一个眼 封了双眼 上路小游轮打潮汐 应该是比较好打的 我们看到有一个 昨天刚出的装备 有那个 精兵眼 对 怕了一个保护眼 这样直接刚三的话 默议使者直接逃了 吃野去了 蓝在下路一个人扛压 精灵自由发挥 这样一来 现在感觉刚三的NTT 有点一拳打空的这个味道 对 跟打在了棉花上 对面直接放这一路 不过放掉优势路 也蛮张的就是 当路TP来了一个天怒 212分路了 那这样的话 我觉得你末日 其实可以考虑上线 可以的 要随机应变嘛 对吧 对 这时候应该要 Doom go back to your line 他说 B叔我举报一下 史丹妮前期五个人头 露了四个今天下午 谁说的 对啊 诶 周路打起来了 观众说的 怎么样 一发雷击一个C 好像这里死了 但是这里 下路也死了一个 他周路打起来了 这怎么办 刚才我介绍你的特技是 双线战斗双线都能看到 我看到了 下路死了一个 我们这边有回报 好下路的回报 没关系 但上路也在打 原来是这样 好已经回来了 回来了回来了 上路也在打 有机会吗 天怒没来了 没机会了 跳也用过了 没机会了 长期的防击 让小鱼人的攻击 也基本上没什么用 下路的恢复服 宙斯直接吃到 刚下路是九线拿了个一血 怎么样我的预测 SPG是不是现场特别强 是的 那是怎样吧 反正我奶奶就已经 我已经是正版上的鱼肉 就看自己表现的怎么样了 就是那种比赛没开始之前 我有可能会判断错 被大家认为是毒奶奶 但真的 看完阵容以后 我猜的基本上是十猜九熟 这也稍等一下 包子有了一个瓶子 加上一个 加上一个魔棒之后 他就会来到他的优势期 也不算优势吧 反正就不会这么劣势 我看看补刀情况 还是没有拉下轴在中路 虽然说状态有点残 猫是仗着自己一个身体的体格 以及他的被动 顶着兵顶着莱恩的攻击 都要逼得很凶 最多让了个视野 但是二打二的话 没什么机会能杀 不太好打 要杀的话只能杀一个莱恩 但是莱恩有两手控制 一条踩 但还不特别弱的感觉 踩到了踩到了 被双刺了 只能说打一套就可以走了 下一个踩马 上路跳到 PP 完全没有流人技能 走你 三大兵今天很意外 还没有死过 有个兄弟保着他的吧 这个IO带着瓶子 就好难死的 出了个毒球 说明是要打一个线上的压制 正好他面对的是一个近战的 近战小鱼人 大家千万不要 因为SPG在第一天输给了BG 就小看他们 他们可是预选赛的小组第一出现的 是的 我们直接看到 莱恩偷偷摸摸提到了中路 P要暂停一下 要暂停一下 那这一波应该是要莱恩开悟过去 莱恩开悟配合小精灵 还有PA PA比上去 小精灵连 莱恩开悟 上去羊 刺 宙斯这个英雄 其实基本上就是靠等级示范 对 他有没有装备 其实输出相差的不大 而且他本来就是一个 纯输出的英雄 是的 就全部靠技能的一个英雄 有双密法 有个 有个有个魂戒 有个绿鞋都可以 再来把跳 这个多么现在的捕刀 好像是有点少 因为这一路一直被对方压制的关系 对 不过他这个捕刀是蛮 也蛮少了一点 蛮正常的 因为他是一个扛压的位置 一开始也被逼着去打野了 但毕竟是早上9点就来 我们公司训练的大神 那你说怎么办吧 人家两个人打我一个 我再大神 我也打不过他们 我也来 我也来啊 来人这个英雄 线上能力说实话有点差 来人还是进攻性比较强 但是线上绑人能力 挂人的能力是稍微差了一点点 说一下这场比赛 三大兵用的是这个领队的账号 因为他的账号的这个密宝 是一个国外的邮箱 好像就是这边打不开 打开有点慢 所以这个验证过不了 借了一个号 超越已经是有密法鞋在手 刚刚中路是单杀了一次冲塔的Super 但Super的经验是没落下多少 只落后了两个兵的经验 我们听到Team Radio里面说 SPG的人 已经意识到这个Lion miss了 不知道这个人还杀不杀得到 好开始 这波开了过我觉得应该还是稳沙版 这次的自保能力非常的差 没开悟没开悟 还没开 打他的决心不是特别强烈 宙斯的一个分身往上走 看到了小精灵在河道 对 看到他倒还好 主要是要看到Lion的位置 这里一个宙斯 幻象要看到了吧 现在还看不到 夜间视野 出来就能杀 出来就能杀 末日 末日有危险 宙斯开大招 下路直接收掉了这边的末日 这这里 这里一局SP 不是 VG这里是很亏 两个杀人一起在中央蹲着 但是没有击杀到 下路能不能一波反杀 下路人等级有点低 还没有跳 陶西追着打 一口口水 普通攻击 魔方一致 就看一个毛巾了 收掉 三大兵终于开湖了 对吧 是一个无解肥的陶西吧 也不算无解肥 就是比正常的三后位肥很多 有补刀 然后一对一 还有队 过来帮助杀掉对方的一号位 下路队 最后要退友车子 两个兵 这样SP的前期还是一个大优 对 三条现在补刀都很多 而且马上要拿掉对方的下路一塔 打到东西趟的这里 并不是特别好的 因为 VG这里有空 有爆发 还有这种DOOM中英雄 就看DOOM大和潮溪大 两个人放得怎么样 比较绕一波 有一点惨 绿蝎 博是够的 诶就是跑了 拉野去了 那个掩的位置应该是 多么往术后走的之前 就已经被他看到了 是的 带路三个人 退了一塔之后 直接冲出来了 要轮一波中路 熊猫有6吗 还没有6 狭腿熊猫 找末日 莫日 莫日是绕走了 放弃了 这个要从中一塔冲过去的话 现在这个等级伤害还承受不起 而且对面是随时可以踢过来两个人 对 而且有精灵在手的话 这个PA也不是这么好杀 看到模式了 减速给到 踩胶土 天路是没有减速的 在这里应该杀不了 这段时间SPG下路三个人有点忙头了 浪费时间了 是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甲腿是不是应该先出一手跳刀会比较好 定他们这里还是缺先手 分队在里面一局S 撕起来 做了一下甲动作 好 我们来切在经济面板来看一下 虽然PA的补刀很多 但是这边因为推了一个塔的关系 整人头领先 所以我们看到中单宙斯和刚三的九仙在二排在前二 是的 而且在中路还死了一次 现在换人过来战线 拥有一级蛇棒的巨图往中路一站 看到了看到看到 宿西一发大招 这下雪真快 三大兵 三大兵还要干 三大兵鸡 要拼了 我看到这里两个战友互换 三大兵也倒下 PA PA有危险 可以死了 你死人小精灵买一动一 哎呀 这波死了四个 加入这里还有 一锤子 Black也有危险 吹风 放下来 丢锤子 变回来一脚踩 没来 没来 算了 其实他刚才如果火熊猫卡卡位的话 主要输出还是在火熊猫身上 对呀 火熊猫不是 卡着位打还是有机会 黏着 黏着就可以有伤害 几乎是一波团灭 对 上路死了四个吧 好像 现在仅仅是十分钟不到九分钟 SPG已经领先了四千的经济 默着十九分钟到现在的等级 我们看到刚刚有一个五级 非常非常惨 作为一个大哥 跳上去了 精灵连过来 好像完全没有先手的样子 刚才是一个TP取消掉了 嗯 两人开悟三人开悟 随着下路九仙去了 九仙之前是开过的 但是九仙跑了 跑了 这里要开悟 拿到跳第一波 哎 有没有难啊兄弟 密码一下 再回我平 这VG又无形中亏了巨亏一波 是不是 这边的兵线又没有退产能力 三个人几个跑到下路 哭了个空 哦 还好去别人末日 哎 电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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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出来就算了 还电出来一个眼 这是大亏啊 一步进一步的亏 连环亏 正帝啊 现在飘姐姐的手上还捏着一脚 一脚跳踩和一个跳大 怎么办 三大兵 对手图球 连接的超大还有1200跳空了 这跳的实在是有点长 腦子跟你拼了 来打 跳踩 双减速 接上一个跳踩 这是天怒发起的一波杠格 是的 先用减速留到人 感觉有点沙川掉的味道啊 东路再来还是挡不住 因为这里VG还是没有一个AOE 末日也没大 这末日没大 好开心啊 天怒法师刚刚杀了一个人 拿了一个塔 直接1000块钱在手上 秘法鞋也有了 天怒好像是买了其他东西啊 出演一个物 哎呦 各种各样 兄弟啊 太不自私了 不得全都是团队的装备啊 对 防防独的石头蕾 这里在三波的矿卡 还不止三波 四波上一个 防防独的石头蕾 剧图是在补点睛 觉得这一场结构可以放慢着点 但我觉得放慢有可能要出事 嗯 这是SPG为什么输给VG的原因 就是在优质期 打着打着 哎 他们把节目放慢 这里又直接秒掉 瞬间的爆发伤害非常的高 见面0.5秒 这一场结构 嗯 要带领团队走向胜利了吗 看一下这一场莱恩 关键 莱恩要羊吗 羊蛮难的 要靠大拳手吗 自大拉 超远距离 自 对 对 KLWY这里是反应稍微慢了一点点 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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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幕就刚才我说的那个三兵打不开自己邮箱的问题 已经讨论到现在 真的是非常有毅力的 如果你们把这种毅力放到就是 研究其他东西上面 对 工作啊或者学习上 想必都能有一串成就 Diah's top tower is under attack setups まあ especially在这里上路一波塔是应该要一堂互换啊 Diah's top tower is under attack Diah's top tower is under attack 因為S allergy觉得自己拿二塔比较赚 而Vpp自己要回去的话应该也回不去 回事都回去了 但是没有提前到位不太好打 这该怎么办 Diah's top tower is under attack 其实就是给他们一个假象,莫志不在,上路有可能要打 打起来了,这个精灵就带着莫志飞过去了 变了一手,看到了所有人位置 小鱼人追着大鱼人跑 这可不是大鱼人了,这是钻鱼的海怪 海怪,海怪一个大 毛鸡自己一个大 这波三兵忍了很久 忍了很久 伤害三兵也很科学 宙斯差点钉他钉人 甲出自己一身冷汗 队友都甲出一身汗 地名PA,这个PA的话我们看能他两千两百块钱在手上 要出啥装备 弹鼓可能不补出来,直接出BKB吧我觉得对面对这种 对面天怒,剧毒,小鱼人 法律伤害天多 五个都是前期靠法律伤害来打的 一手BKB就能赢 看到个鸟人飞了过去 鸟人看到个球 来,踢走 找球自己走不了了 这个球还不准备走,哎,电空了这一下 不过没事,小鸟实在太脆了 而且走得也慢 他自己吃了个魔棒还是没能活下来 对 他当时如果反跑是可以走出这个圈子 但会跑进对方的怀抱 要机智反跑吧 那机智反不好还是B数玩的流 买东西了 对吧,果然是要直接出BKB 对我们点心手 对我们好穷啊 而且等区特别特别急 7级,比这个剧毒的经济还要差 怎么说也是个酱油吧 虽然他也是 立刻就骂了你一句屁 对,骂的是对面五个 我不知道对面五个什么脾气 反正如果是我的话 就冲到他们房间去打他们 我们休息一会儿 关于豆浆和豆腐脑 应该吃甜的还是吃咸的 观众朋友们也讨论得非常的剧烈 据我所知 豆浆是有淡浆、甜浆 其实也有咸浆 豆浆 但是很少 那豆腐花呢 豆腐脑的话基本上应该是咸的 豆腐花和豆腐脑 放点辣油 放点酱油 放点炸菜 这样吃的 有的时候放点虾米 放点虾米好 鲜一点 对啊 豆腐花和豆腐脑是同一个东西 是同一个东西 是同一个东西啊 我一直以为豆腐脑就是一大块的 然后豆腐花是把它捣碎了 就要豆腐花了 当然豆腐脑还有另外一种吃法 甜的豆腐脑 就是你先就是在一个小碗里 倒点黄酒 然后放一点那个 奶油蛋糕上的奶油 放点奶油 对 那这是个什么味道 然后再倒一点醋 我不信有这种吃法 然后再需要画大概四块冰糖 再画四块冰糖 对 这做出来要不要再冷藏一下 然后再拿两个咸牙蛋的蛋黄放在里面 弹幕里面请告诉我 到底有没有这种吃法 反正我知道是有人吃什么东西都要蘸醋的 比如吃个粽子 有个人说了 对 还要放点番茄酱 花生酱也要放一点吧 花生酱看口味了 我一般放芝麻酱 香油 香油一定要有 火锅店里的那种什么XO酱 XO酱 烤肉蜜汁酱 对 再放两个大蒜瓣 这我不要吃起来 弄点葱花香菜 有点臭 这我不要 葱花香菜我也不吃素 我也不要 有人说SPG中间那个小胖子 有点像魔兽的TED 滴滴 不像不像 他比TED要高大一些 大一圈 TED是小胖子 所以他是高胖子是吧 三兵的这个戴耳机的方式 是跟这间老干爹INT的1437很像 我也有一张照片是模仿这个的 游戏是已经开了 快点回比赛 所以玩下路二塔 要直接是上路的一塔 就一直逼着打 这样子紧的节奏的话 自己是有优势的 就怕哪一波 什么突然出来一个跳刀末日 就是把小鱼人一大 潮汐跳大光 那么两个人同时倒架 就完了 雪崩 一个剧毒 斗塔 这段时间其实就是看哪边打架打得赢了 嗯 但是推进能力上来讲的话 VG这边要差很多 其实有一句说一句 两边的推进能力都不是特别强 主要是因为SPG这里打架 现在比VG强势很多 所以他们能推得动 SPG这里推进的话 都是对方在不守的情况下来推的 担任开雾 担任开雾 担野区 看到我们的小地图已经被花的不成人形 成图形 躲着到树林 但这里没有一把一个大招 没有 宙斯一个大拳找到了 直接秒掉一个 这里还有一个 留不住 对 走掉了 面对宙斯的话 躲树林这种事情就没什么作用了 对 而且他们开着雾 早晚会找到的 一破雾就知道你在树林里面 宙斯一把大就打出来了 4比12的这人头差距有一点大 我们看一下数据 也有5000了 5000的经济和2500的经验 所以说这个阵容一拿出来 我一看我就知道SPG胜算7成 那你知道为什么经验会 有一段时间会拉回来吗 为什么 因为他们在不停的战线 不停的俯着自己的发育 我们看到末日的话 之前看一下7级的 然后现在是8级了 对 嗯 有个点睛手 等会就9级了 分析得很好 分析得很好 卡布莱克的洞 能否 后发之 奋起直追 就说难经点就是鲜鱼打翻队 两个关键装备 一手是潮汐的梅肯 不到了 18分钟这个潮汐非常肥 经济第一 再拿兵这一把要给瑞拉 难道是因为他换了个号 他什么时候悄悄悄悄的冲到第一了 就是冲到了 怎么办吧 主要是因为SPG这里五个人 这一堆棒子 偷肉山 对面完全没有察觉 打肉山 怎么说呢 然后自己吓自己 他们过来了 哈哈哈哈哈哈哈 小鲜艾拿到盾 其实过来的话 SPG这里还真不好打 但大兵潮汐跳打 里面还有手没啃 这一把就看大大兵了 不过小鲜鲜等级是不错 但是 他不是一个大哥 末日是这 还是要把自己的等级打起来 一个跳 這把有一句說一句我感覺這個劇組完美真得超 該補刀的發力都補刀了而且除了說點進手 讓他的經濟情況已經是來到了倒數第四 但是和倒數第三差了很多 楊氏飛鏡帶盾一波就問你怕不怕 這要推高也是有點難的吧 上路呢上路推到什麼程度 就是可以隨時回來而且可以 哎有BKB了這裡 騙有BKB也是可以打的 要不要留人 宙斯回來了 是可以打的最後也在那裡說 打樣 哎跳過去直接沒了主動送盾 是不是跳過去就吃了一刀 直接秒刺 打我覺得好一點啊 就是PA衝上來留人 在對面 TP之前 對我覺得PA衝上來留人然後精靈帶著潮溪飛後排 比較好打的這一波 就算飛到高台上也是好打的潮溪可以跳過來 就看對面是怎麼撤退 就看對面是怎麼撤退 所以我們完全沒有打招牌出來啊 就是劇毒加速服在他面前晃他其實一個大招就好了 都完美大了這一波 然後劇毒也把大給放了 這波就很關鍵 如果VG想翻的話 這一波的話是他們一個翻翻的點 這盤感覺末日有點狀態並不是特別好 是不是早上起床起得太早了呀 看樣子9點鐘來我們比賽的基地來打好選擇 我來的時候看到他是在玩個中班夢馬 然後死成馬了是吧 還好 還好啊 還好那說明那時候那時候是剛睡醒 現在又困了 關鍵對面有個米波正好被他吃 哦 梅肯 梅肯已經有了這裡 他要 要再運這個2100的球 這個球的話應該是冰眼 把自己的屬性先撐起來 多自己露一點 多讓自己的法系大哥們輸出一會兒 比如說天怒和咒斯 的輸出 開始抱團要報警 這段時間SP級的一個節奏是放慢了很多 這個二塔一直沒有去拔 那現在我們去看一下一級的兩階裝備 一個是潮汐的這個挑戰頭巾 兩個PKB 那這樣子的話 這裡三個大哥已經是很難殺掉了 很難殺掉了 上一波其實熊貓帶盾直接在推二塔的時候全掉了 我感覺SP級的推進已經稍微有點頹勢 是的 但他們其實那一波盾是不該這麼急著去打的 我覺得這個二塔拿掉之後再去 這個二塔拿掉 這個二塔拿掉然後再去打盾 會更加的安全 然後打完盾之後就可以直接低高了 也不會給對方這麼多的刷錢的時間 現在他們推掉這個二塔 就算推掉了他們也沒有盾去上高 不是特別理智的一個選擇吧 上路這一波VG是有可能要打的 因為裝BKB加一個挑戰 挑大了 大了兩個 大了三個人 只有一個開了BKB的 炸掉了一個對方的屁毒 小魚逃掉 拍在身上的DOOM結束 反打一光 潮溪開出梅肯 血量還是很低 一口魔棒 這個潮溪還沒死 硬生生拼死了這個小魚人在死的 就是過來了 這個PA有點危險 要跳走 好大準備錘子 這時候要跳了 也沒地方跳 畢拉可給他跳一下 被電死 垮滅 這波就此的支援過來 是要計時加速波 其實動不著熊貓 我現在還欺負我打熊貓 當時熊貓BKB開出來了是吧 開出來了 那沒辦法 而且是一個十秒的鋼 剛拿到手的BKB 靠越這一波把B兩球不打破 好 維吉剛才打的時候可能有沒有自己看9000的裝備 應該是看了的 不然不會直接把DOOM大到他身上 漂亮好羊 還是跳進了一個 超越玩得不錯啊 超越好像天梯分快7000了吧 厲害 但有一句說一句天梯分 畢竟還不是打比賽的一個東西 對 就像我雖然只有3000多分 但是我打比賽的時候就能爆發出特別強的戰鬥力 呃 BPC戰隊吧 BPC戰隊在美洲區的時候也是一隻禁驴 雖然一場都沒贏 來 大傑屬性還是比較高 我相信他有耗殺手的力量 想要殺這個熊貓還是比較困難 有BKB有機瓶有打波棒和板甲 還有力量加肚 發折 砍 2個個屬性的 在醫 這邊有隻眼被看到了耶 BPC戰隊 还有大概40秒左右刷盾 那这种比赛相对平淡的时候呢 我就想看看有什么有意思的弹幕 跟人家互动一下 他发觉大家又开始互相地域队 在什么 先看解播 解播吃了个秘法 吃了个魔棒 打不死他太肉了 这个场景 又开了个笛子 他骑回去 遇到了高地 这个地方小精灵 表战送了 你能飞走吗 飞走了 天开别变 牵谁 冲上来打 谈出秒沉默 预奖一开 末日 末日大哥 末日 大招还没用 比黑币也没开 这里被逼出来了 大招还没开 跳到了 小鱼人有危险 潘大被炸住 J 祖王一直点在着这个潘大身上 小鱼人有危险 四个人在溜这个小鱼 我觉得他们的集火太成问题了 没有稳定控制 碰不到任何人 这里潘大又是一脚跳踩 留住人 瞧起跳上来 刚才是把独猫和小鱼都打残了 但是都没打死 对 哦 这里小鱼人被阳住了 小鱼一旦死了 那这里就可以追着打了 这次也被打死 剧毒也跑不了 这个人 他马上有魔棒 有TP 参加 暴击暴击 哇塞 他们刚才第一波 如果是集火潘大 或者集火小鱼一个 先打死一个 对 所以我们都不一定会死 这个打团的执行力还是有点问题 刚刚主要是潘大往这里走了以后 打了个视野 这是关键 然后打小鱼的时候 是因为来人这里 两种技能都已经交掉了 所以他们没办法去集火 一个已经开着大 或者跑来跑去的那种小鱼人 好 一波打完 我们说点轻松的话题 这样DELTA二圈 这个公众人物 圈内两夫妻都是公众人物的 能处上来几个 每个小天 怎么第一个小天是这个 还有谁啊 小白照节 小白 来自银河系的 那个还不是 火箭队嘛 好 所以接下来的弹幕的问题就来了 大家觉得 地穴编织者 最后能否成功追上他心仪的那个目标 注意是目标 目标 觉得能成功的 请打一 不是 好像不叫滴血编织者 叫木血编织者 属于素质 对 我也是听大家这么说的嘛 那刚刚那一波团战打回来一点之后的话 V7就应该好打很多了 我们看到SPG又是一个老位置 打到中期 打到中后期就开始处理不好了 最关键的就是第一个盾的推中二塔的那边的处理 其实那边如果危机处理的再好一点 他们有可能在那个时候就被翻过来了 是的 对 我觉得他们打盾还是稍微早了一点 应该两个二塔推完 然后再去打直接上高 后面就已经满了 有些人 人家没拿盾之后的一个几火不约 还是他 这塔要没了 又是一发大招 他能路 对于这个莱恩 莱恩 能放空的全放空了 两个人都放空 潮汐兵甲到手 末日开起BKB接TP 是不是有点浪费啊兄弟 小鱼人丁眼到手末日A杖 那这里手末日的A杖 就可以顽客对方的一个 九猫或小鱼了 就大这两个人之一 等会大的话 要不还是大这个 大这个九仙吧 小鱼人 在没有九仙保护的情况下 一个人也是切不了多少输出的 因为有莱恩和潮汐 三大兵再跟五个小伙伴玩 然后一不小心摸死了一个 断兵推塔 捕刀 来了个剧毒 剧毒又没有留人能力 哎呦 四百八十包过来了 叶极逼 杀不死杀不死 有敌子有挑战 不有笛子 挑战升级吧 对 潮汐现在看起来血量 还不算特别高 但已经很肉了 我们是不是看到了三大兵 这一把已经开锐全队了 一万五千六百九十二的经济 排世界第一 一个三号位潮汐排了世界第一的经济 而且基本上代球啊什么 全是靠他一个人在玩 打团也是他他来发起一个激动的号角 哎呦 叛大剧毒吗 有点难 这有点难 哎呦 哎呦 剧毒数十千倒下 天怒法师打死个I.O 跳大 戳死了一个 后面还有 这个人还有一点 一边踩了一脚 这一波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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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只鸟在这里 小语言 把鸟也杀了 跳上去 还差一刀 兄弟们别被鸟溜了 小语言 用鸟细甩了对面 掩护六鸟 这个鸟玩得溜 这只鸟太漏了 所以在多年以后 大家看到LWY 没事的时候 闲下来总是在摸 只鸟 就是感谢当年这只鸟救了它 这应该算是一只大鸟了吧 人在 鸟在 鸟在 人不一定在 接下来的装备 应该是MKG 要针对这个熊猫这个点 小语言的位置已经暴露了 太过去了 扬了 刺起来 暴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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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在这样叫 打眼真的也是小语的可信 哎呀 三大兵这把打得非常非常凶 因为有了一个敌在身上 根本是打不死他 SPG的整套阵容就是依赖魔法输出比较多 对 真正有5米输出的只有一个成型的小语言和 神装的 又有强袭和暈锤的这个九仙 所以这个故事再次教育了我们这些年轻队伍 前期在自己天然的阵容 timing占优的情况下 不要觉得这盘很顺我已经为赢了 一定要尽量把优势扩大 对 节奏还是要把握好 跳台 有BGB的 一个B开起来 要切 但是打出来全是miss 跳扬了 还有一八次 双次 没有成功 扣篮 一个大 甩死 这样 总的 玩球 哎呀 不歪的球 撞到了撞到了一下 战场好像不太够 跳出了爆发也非常高 这一条 一条大鱼碰到一条小蛇 G带CD 现在是不是只要三兵TP对面是没有一点办法 基本上是没有 刚刚开局的时候 三兵就会过来自立 他只要等一个宙斯的G 对 然后TP 宙斯不济 还真又打不死他 所以蛮吃力的 刚刚那一波 Black根本就来 都没有来 补了一发自己的经济 那他下一件装备的话 BG已经翻了这一盘 基本上是已经翻了 下一个刷新球 打一千五百块钱 下击装备让我想想 跳刀 要不出个飞鞋都可以 跳刀飞鞋吧 我觉得 其他装备都差不多了 Radiant's bottom tower is under attack 先出个跳吧 打架厉害的 他现在是不是已经存4千块了 是的 4千块 剧毒出个跳 主要是想要把自己 从一个地雷 打成一颗手雷 Radiant's middle tower is under attack 这样打死我 我就喷个鼓 跳上来 哎呀 卡在树里了 哪个东西啊 又出BKB啊 拂出BKB在莱恩面前 确实是不太好输出 而且这一把的莱恩分队 打得非常的到位 羊啊刺啊 基本上没有打在过 这个车压车的B上 技能都是不合理 包括他有的时候 先总是用一个点滴板的刺 气线距离刺到这个小鱼人 SP这些选手 已经是忍不忍 忍不了这个刷新 这刷新真是头发跳 有点吃不消了 这个血量是一个大打掉的吗 没这么多没这么多 但是也差不太多了 就是A仗打了 还好有绿杖 绿鞋回得快 跳刀到手 还补了个啥装备啊 反甲 装兵甲应该是 这PA这套装备起来了 对面也很挡不住了 想要秒他也秒不秒 因为没有硬控 没有硬控 人家PKB是绝对开得出来的 三大兵的经济 几波远古也是鞠躬之围 对 他前后清了应该也是 四五波远古的 包括线也基本上都是他来推的 所以他的经济一直保持在第一 而Black 闷神发他才打着打着 变到了经济第二了 这里打起来了要破误 看到了看到了 布莱克跳走 布莱克 点 看得到位置 两个假的分身是保护了一下布莱克 对 啊 这个是林肯吗 强行不出先出个林肯 但是我觉得布莱克这边不会 出洋 不硬控 出什么林肯 不硬 那他还不是被布莱克一个大 他就是想要看着BKB 看着林肯 然后把布莱克的大给顶掉 哎 跳上来一个大 天黑都不怕 追上来 但是兄弟们在哪 脱节脱了两千码 脱节脱了两千码就怎么打 一个BKB一个大 什么都没有换到 就换对面开了个梅肯 这一波打不过了 来你直接被秒 这波崩盘 疯了疯了疯了 潮起一个被逼出来的大招 熊猫跳台先手 要的打 刷新 大招 不能怎么办呢 哎 这波 就是台面下面的损失也很大 是的 两个大招的CD 一个刷新球的CD 还有BKB一秒钟时间的CD 简直碎了刚才那个 布莱克呀布莱克 对面直接退中 看下两边谁退的快吧 CN这边已经半血了 两边差不太多 有人对位剧眼 是一个宙斯 一个死亡炮打在18级的熊猫身上 直接半血 两边都掉了塔 看一下兵营 兵营好像是 CN这边拆不掉 Radiant's middle barracks are under attack 有人被养住 三人被解了 被解了 CN飞过来 布莱克就开启DKB 大招还有15秒 就看这里有没有出贝东云了 DB二连 贝东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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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啊 莱恩直接捕一个大招收掉 这样能把天诺推了一下 这树林里面还藏了个小伙伴 这是来自黑龙江的这位胖胖的选手 MELODY LOVERS 对 身材比较壮硕 依然能够在树林里藏得住 他玩的英雄还是蛮瘦水的 Double Damage 这手装备的话 装备的PA在里面偷盾 出来不敢偷了 这波 都没有大 其实可以 呃 找个位置 开个屋 绕个屁股 跟他们打 怎么样 买了一个屋 三大兵 这波很有可能真的是 要开屋墩 要不就是绕后 这里有眼 看得到 宝石有吗 有的真眼 还会不会看到了 果然 首先出了一手林肯 这里还有个奶酪 兄弟 奶酪就别忘了 布莱克拿了 这里 我是大 果然给他林肯杖了 果然给他林肯杖 但是 还是被秒 BGP都没有开起来 绕上 就不是 很冷 在这 布林肯有什么用 卫养的打线手 还有点用 打线手的话 比较困难吧 因为 被线手谁比较好呢 你说 比如說PA後手有一手潮汐的刷新打 然後打潮汐他又能解 打末日也有潮汐打 那該怎麼辦 所以羊刀也不是特別好打 小魚有BKB嗎 小魚有的吧 有的 但現在主要就是一個經濟情況 全面的落後了 3分鐘小精靈做出了終始裝備 榮心 他只要 最好在UBA跳吧 要不然經常會被靜電場給電倒 1200碼的範圍嘛 經常被電倒 電到之後他的榮心就失效了 小精靈這個血量秒了全場幾乎所有人吧 有沒有這兩個團隊 哦哦 我的怪怪 這個藍人差點就死了 小精靈表歲沒有壓力 我看一下 有有有有 盾比他缺了 這個應該也是 然後這個也有可能 哎果然 他已經機智地買上了一個抗摩抖盆 哎有沒有貝多雲破了林肯 看被人打了出來 這個DOOM實在是太浪費時間了 完全可以放出來的DOOM 是可以放出來 怎麼回事 這BKB頂起來 可以打可以打 還有四秒 十三秒 兩秒 但是背後熊貓黏上了 問題不大 預備吹 下來還可以打 大暈槌 九毛九仙 開了BKB 雙腳踩得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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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兩個人買活 包子天黑都不怕 暴擊暴擊暴擊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瘋狂殺戮 其實BOSS這邊還想再殺一個 哎他暴走 想要暴走 想要暴走 但是對方不給面子 開了個綠帳 衝進去 老子要暴走 來不及了來不及了 殺了五個 這一盤的問題 就在於打完盾 打断前后那段时间 可能SG的决策是出一点点的问题 拆迁堆大 人家雕像不好吧 多大球啊 好好打比赛啊兄弟 就看不见 TB不顺眼 人家在拆打他 猜雕像 这边还有个雕像 给他打个球 人家看不见这边 还看不见 那队先知打 先知 啥地奥 电竞主重冠军 这自己写的什么 对 杨帆齐 一波 这也不得算是一波吧 两三波团战被打了回来 对 杨帆齐 比起这里还要抵抗一下 还要抵抗一下 两刀切死 血又被吹了起来 布莱克这边 一点危险没有 被扣 一个大 反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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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补成功 三大兵 后面还有一个 不管他啦 开机地方就好了呀 结束了 不管了 机器 非常可惜 SPG 在开场有七成胜算的情况下 最终丢给了这个飞机第一支 果然还是好歹吧 前期超级大劣势 但是打到中期来就稳住了就是 我觉得 SPG真的就是 不管从阵容到分路以后的对线 在前期包括他们的推进 都是很成功的 是的 前15分钟一直是占了 比较大的优势的 20分钟都算有优势吧 但正是年轻队伍的一个通病吧 对 就是有优势不知道怎么发挥 是的 就是这个盾拿走了 而且 你当时觉得怎么打好 把两个外塔 就是